部長 早 謝謝 部長 剛才有提到 對於學生這一次的行動 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是 我想請教一下部長 學生 昨天晚上的行動 部長是予以肯定 沒有錯吧 我想這樣子 就是說學生 對於公共事務的關心 關注表達訴求 用一個平和理性的方式 來做呈現 我想這一部分 我自始至終 都一直予以肯定 因為這個是 這個熱情 這樣子對公共事務的展現 他的熱情 對於學生 暫居立法院的行動 部長是不是予以肯定 暫居立法院 跟去侵入這個行政院 我覺得這都是一個違法的行為 這部分 希望就是說 學生趕快 能夠撤出這個立法院 部長 你知道學生 為什麼要去暫居立法院嗎 我想這樣子 我必須跟學委員特別講 不論你有怎麼樣的一個訴求 所有的訴求 都應該在一個理性的方式的呈現 都應該在遵守法律規範的情況下 對不對 我想應該要這樣說 我沒有這樣說 如果是用 如果有暴力 那就是不當的 可是警察一定在他執行 那有沒有暴力 我問你 有沒有暴力 執行法律規範的時候 剛才部長說 如果警察有暴力 那是不當的 那我問你 部長你有沒有看到警察有沒有暴力 我想警察的作為就是要維護這一個一個大家的一個安全 有沒有暴力嘛 有沒有暴力 警察有沒有暴力 警察這一部分就是依據他的職權去做適當的一些處理 所以他有沒有暴力 他用適當的職權 部長請回答 警察有沒有暴力 我已經跟您特別談到警察依據他的職權 法律規範他的職權 他去做適當的一些處理 我沒有 好啦這是我的時間你聽我講 謝謝 坦白講 警察的暴力裡面有部分的警察 我們是不能體諒的 但是大部分的警察 其實我們不歸咎於警察 為什麼 今天行政院長 今天警政署長 要求在凌晨6點之前要清除 如果做不到 誰要負責 所以今天警察同仁是被迫於行政院 警政署長的壓力 在時間之內沒有辦法趕走學生的時候 他的暴力就出來了 所以這個暴力的源頭 還是要追溯到警政署長 還是要追溯到行政院長 還是要追溯到馬總統 其實徐委員 我想您必須同意這個思考 就是說進入行政中樞 進入我們國家最高行政中樞 要癱瘓我們的行政體系 這個是一個違法的作為 這個事情基本上要排除的 您剛才特別談到就是說 如果有個案或有相關的情況 我的時間 我講給你聽 今天剛才部長信誓旦旦 說學生佔據立法院 這是不對的行為 是 這是違法的行為 那警察打學生 這是不對的行為 部長你不敢講 不是 我不是這樣 我沒有這樣說 我說警察應該 警察應該依法執政 這個就是我的很明確的態度 部長 坦白講 我並沒有在現場 我不能針對任何一個個案 去做評論 好 你先停我的時間 謝謝 我本來坦白講 對你的印象還不錯 覺得你肯做事 肯溝通 但是這一次的表現 我對你非常的失望 謝謝 今天當民意沒有辦法用正義的程序 來得到適當的伸張的時候 今天馬英九用他個人的意志 用行政權來強姦立法權的時候 今天馬英九用他個人的指意義 來強姦我們所有全國民意的時候 我們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對於服貌 我們也不是完全的非理性 我們希望說適當的修改 把不好的改好一點 結果馬英九的意思是 一個字都不能改 台灣的立法院不是香港的立法局 台灣的立法院如果什麼法案 一個字都不能改的時候 為什麼可以叫做國會 今天馬英九用他個人的意見 來強姦我們立法院的名利 我們國民黨的委員 也受到了他的黨權的影響 我相信有部分的國民黨委員 也認為說部分的修改他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呢馬英九為什麼一意孤寢 今天張慶忠委員他說他是無奈的 坦白講我們佔據主席台的時候 我們又何其願意 可以做秀錄什麼人要做剝附 可以做聲勢什麼人要做盲腹 可以理性的問政什麼人要去接主席台 就是因為行政權強制我們立法權 就是因為我們每次舉手 沒有辦法得到適當的正義 馬英九就是說我就是要這樣 要不然你是要怎樣 要不然我就動手了 徐委員我想這個其實 這是我的時間 你聽我講 所以今天學生為什麼要站出來 因為他看到國民黨的立委 在投票的時候很像是橡皮圖章 他看到民進黨的立委 在立法院投票的時候 簡直只是躺臂黨區 他發現福茂我們沒有辦法 去改變馬英九意志的時候 只好他站出來 他只好站出來 坦白講 學生的 包括佔據行政院 包括有破壞一點公務 也許有犯了一點小錯誤 但是呢 面對馬英九這個大錯誤的時候 民意壓不住的時候 他終究會爆發 我們可以看到昨天 五十萬個民眾站出來 他就是因為 他不滿馬英九的服貌 不滿馬英九的施政 我想今天 當一個教育部長 部長我請問你 你認不認識一個人 叫做傅斯年 對我了解 他是台大的過去的校長 在1939年 有所謂的四六運動 有學生被質疑說 是不是思想親共 警備總部要進入校園抓人 你知道傅斯年校長怎麼講嗎 我想這一個 他說如果學生 如果受到影響的話 他可以用 我有一個請求 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 不能流血 若有學生流血 我要跟你拼命 這就是我們的校長 今天要護衛學生 其實是不同的時光背景 不同的狀況 只要學生流血 今天教育部長 你可不敢站出來說 你傷害到我的學生 我就是要值得你傷害我的學生 這樣說 學生如果在和平 理性的方式去訴求 他的所有訴求 如果在這個情況下 今天學生沒有和平嗎 沒有理性嗎 他如果沒有違法的情況下 他如果學生能流血 你看 在立法院 你看在行政院 你看包括 我的時間你不要講啊 你不是要讓我講嗎 剛才 我剛才沒有問你啊 我在講傅斯年 你認不認識我在講傅斯年的事情 我已經跟你講我認得了 我知道 你認得了齁 你看喔他說 我只要有學生流血 我要跟你拼命 我希望我們大學校長們 要怎麼樣護衛學生 你今天說學生 不理性去佔據立法院 所有學生不理性去佔據行政院 那你今天警察 不理性去傷害學生 你校長有沒有站出來 你這部長有沒有站出來 許惠元 我剛剛已經講了 如果學生以和平 理性的方式表達訴求 如果他們流血了 如果在那個情況下 我願意負責 我的時間 我的時間 來 部長還有一個 叫蔡元培 不知道你認不認識 北大校長 北大校長 蔡元培 在武士運動的時候 他怎麼講 我絕對不能再做 不自由的大學校長 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力 我絕對不能再做 那政府任命的校長 所以蔡元培 他選擇說我辭職 我今天遇到一個獨裁獨斷的政府 福茂有優點有缺點 我們相信 福茂的優點可以保留啊 福茂的缺點要不要改 這部分是大院的執掌 由大院來做決定 你先不要回答 福茂的優點跟缺點 我們很理性的去面對 我們很理性的去看他的缺點是什麼 我們很理性的去修改 為什麼把政府連一個字都不能改 今天 部長現在我問你 你回答可不可以就好 你覺得有不好的我改一個字可以嗎 我想這個任何的法案喔 你就尊重立法院依他的職權去做實際上 我現在問題 尊重嘛 我尊重這方面的作為 所以你覺得如果改一個字可以嗎 對不對 尊重你們的作為 你如果改一點點可以吧對不對 我應該這樣說 你講你自己的想法最好 你不用講買N9的想法 尊重你們的尊重立法院做的所有想法 所以我們立法院如果覺得修改 一小部分 部長是可以接受的對不對 尊重你們的執掌 尊重我們的執掌嘛 是可以接受的嘛 那你看今天買N9 為什麼學生要站出來 他是一個字都不能改 所以今天他的想法跟你的想法不一樣的時候 你肯不肯站出來做一個有封骨的教育部長 其實我相信 其實剛才這個許委員的陳述 其實我必須很審慎的在說 我想在立法院所做的任何決定 就是你們公眾做的決定 就是如同法規一樣 我們會予以尊重 可是我在這邊並沒有去跟馬總統 有不同的意見或相關 這是你自己的陳述啦 我告訴你 今天 學生沒有百分之百對 但是學生是為了台灣的未來他恐懼 為了他將來的未來他恐懼 他沒有安全感 為什麼會有五十萬人站出來 因為他不滿現在的政府 現在政府 你慢一點 你檢討一下 難道就不行嗎 我相信部長 你今天如果是一個有封骨的部長 你要告訴馬英九 你有不對的地方 你稍微修改一下沒關係 你要有勇氣去聽我們全台灣人民的聲音 所以呢 如果你要繼續聽馬英九的話 還是你肯站出來說 馬英九總統 我身為一個教育部長 你有哪個地方不對 我適當的跟你敬言 我作為教育部長 會秉持我的職權 秉持我的瘋骨 我會做最大的一個努力 最後 部長 你今天如果肯站出來 替台灣的民主發聲 替流血的學生發聲 希望政府 你呼應學生的需求 你慢一點點 來通過服帽也沒有關係啊 你可以當做台灣的英雄 今天你一句話都不吭聲 今天你連學生流血你都不去看他們 你們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躲在家裡暗自流淚啦 其實 你今天 只是附和馬英九總統的說法 你就是甘願做馬英九總統的英權 徐委員我很快的做 這兩種你要學哪一種 3月23號我測驗未免 這兩種你要學哪一種 第二天早上學生 有一位學生還在住院的時候 我當場就去看他了 當然這部分我都沒有跟媒體講 我們時間已經到了啦 昨天晚上 我必須做適當的 又下大雨 是 昨天晚上3點多的時候 很多學生 變成落湯雞 他們何苦哀哉 他們未來能夠表達他們一點點聲音 他們希望我們英明的教育部長可以聽得到 他們希望我們英明的馬英九總統可以聽得到 他希望我們的服貌 可以給我們修改的空間 可以重啟談判 這麼一點要求 其實 希望部長你有勇氣站出來告訴我們的總統 慢一點 讓我們重新來思考服貌的優秀一點 我相信對全台灣人民才會真正的有利 其實許委員也看到總統禮拜六的這一個記者會 他在這方面也說出條審查都去做了一些適當的 總統是念善心惡 好 我們時間到 講得都很滿臉笑容 心裡想的 你們說什麼都沒有在管理 你就是這種心態 謝謝 其實許委員 你可以看看總統立次的記者會的一些態度 時間到了 謝謝 最後一句話這一次的要求部長 拿出你的教育部長的道德良知 去勸導英明的馬英九總統聽聽學生的聲音 聽聽我們50萬公民的聲音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許委員 接下來尋找的是陳廷菲 陳委員